我国的针灸物件引起世界普遍的注意 而针灸麻醉呢更是震撼了世界的医学界 国科会正准备对于针灸的研究工作 一种的辅导和研究 现在我们就请国科会的训练 吴大游 吴博士 请您谈谈国科会对于针灸研究工作的用意 以及筹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感觉到以后发觉 这种得来的这种想法 把他用的科学来看看他 把他讲解来看出到底这个生理 他那个科学上 他那个一个生理 跟他那种神经上 各方面是根据的地方 现在我们呢 这个男性的一位是王氏俊杰生 他的在Columbia大学的一位教授 王先生来到之后呢 我进一步地跟这些研究者 跟他们来访问 就是当时我们在台湾呢 这个真正男性就像世人 这个杂生 那么 都是完全 我们 那种 真正方法来 一个新闻 而这个 不大 用这个新闻的科学方法 来做各种这种建议 那么现在王先生来这个 判经过两个月来 用音乐方面 那么这个 这个曾经做了一天 初步的这种研究 就是比如用这个针究方法 拿来这个扎针 在这个手上的扎针 可以这个在拔牙 就是牙这种手术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止疼 可以有这个 发准的作用 那么这个事 当然这个病不是新发现 这问题就是 希望用这个样子 说初步的呢 一种 做一种进一步的一种研究 然后我们再看看 它那个限度什么地方 看看是不是真正可以 治疗某些病 好 非常谢谢您介绍法委 谢谢